这么漂亮的城堡 我进 嗯 可恶 竟然把我弹出来了 皮皮 这是加法硕士城堡 只有算对了加法硕士才能进来 什么 加法硕士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好难哦 皮皮 一看你上课就没好好听讲 不就是加法算式吗 这有什么难的 看我的 15加6等于21 我算对了 快点给我开门吧 警告 警告 没有硕士的计算构成 计算无效 立刻更换硕士内容 什么 我明明算对了 为什么不让我进门 哈哈 妙妙 你还说我呢 你自己不也是进不去城堡 皮皮 你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琪琪 我们发现了这个加法硕士城堡 要写对硕士计算的过程和结果才能进去 我只算对了结果不能进去 原来是这样 妙妙皮皮 其实这个加法硕士很简单的 让我来试试吧 24加7等于31 快开门吧 滴滴 回答正确 即将开启城堡大门 琪琪 妙妙 门开了 我们快点进去吧 哇 琪琪 你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加法硕士我都看不懂 妙妙 其实加法硕士很简单 只要知道计算的方法 硕士可以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简单 例如我刚刚算的24加7等于几 用硕士表示出来就是这样 硕士的最右边这一列 代表了个位数 往左边躺平的这一列 代表了十位数 用个位数对准个位数相加 十位数对准十位数相加 分别写下来的数字就是结果了 可是个位数4加7等于11 这又怎么写 妙妙 11里面的10已经是十位数了 所以我们要把十位数上的这个1拿走 放到十位数上 十位数是2 所以2加1等于3 所以24加7等于31 原来是这样 琪琪 我明白了 你们快看 这里有个大宝箱 我们快点打开它吧 怎么打不开 皮皮 你没看见吗 这个箱子也是要算数十才能打开的 还是让我来吧 111加211等于 个位上是1和1 1加1等于2 十位上也是1和1 十位数也是2 百位数上是1和2 1加2等于3 所以111加211等于322 回答正确 恭喜你们获得宝箱 我真是太聪明了 小朋友们 你们会用数十算加法了吗 赶快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